上任后的猪主席总是有些神逻辑 朱立伦这番话没听清楚小心备火 我就问难道前总统马英九在任内开放蓝牛 有把台湾牛公共变成蓝牛吗 看看当年开放北牛进口 马总统还强调是在安全无余并兼顾国家利益下才开放 结果现在的国民党吃美牛确凡美猪 不是全世界109个国家与地区允许输入美国蓝猪 蓝营口贤体正直 让人有看没有懂 如果能够签自由贸易写定的话 我也愿意国民党也愿意来一起吃美猪 国民党频频指控美猪有毒 但明明从今年出美猪进口以来 莱克多巴胺持续10个月零解出 且开放美猪后 美国不但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还送来了第二批莫德纳150万剂 创造台美关系史上最佳 却有一群人 凭拿架一铁扯后腿 国民党这种担心独猪的忠心 只怕是也有居心 给大家让我分别的 回忆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